有男子竟然在台南的庙宇旁 懒客剧赌 初五当天 警局侦察队长吃完火锅 听到庙旁有声响 本来以为是有人指脚 没想到上前一看 发现是剧赌 立刻派员取缔 当场逮捕到了负责人 以及赌客一共15个人 警方攻坚赌场 好几名赌客被带 人赃俱获 排桌上天酒牌赌金 通通都有眼看大批警地到来 赌客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土地公庙旁违法剧赌 负责人赌客一共逮回15人 过年期间剧赌频繁 大年初五侦察队长轮值 在队上吃完火锅 就到台南一间土地公庙旁巡逻 突然听见嘎嘎声响 原以为是有人在指脚 上前一看居然在剧赌 立即派员前往取缔 当场查获2万多元赌金 侦察队长探访发现 土地公庙旁 有一处无人的商店内 有民众与天酒牌及麻将聚赌 当场查获赌客15人 查获赌资2万余元 及天酒牌的证物 全案依赌博罪来就办 侦察队长深夜巡逻 意外发现逮到赌客 庙宇旁摆桌聚赌 恐怕连神明都无法保佑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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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